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多的苦也愿意牺牲 不管是山多高也不管水多舍 只要你幸福一生 因为你我改变了我一生 像日月星辰一样认真 就算今生无缘 但愿能无悔和 只求能享受来生 只求能享受来生 人之初姓本善 姓湘近 席湘远 狗不叫 姓乃迁 叫之道 贵尹砖 西梦母 则林楚 子不学 断姬柱 窦燕山 永义方 叫无子 名俱阳 养不叫 父之过 养不叫 父之过 养不叫 父之过 叫不言 语之之过 养山术 姓儿 你很聪明 背得很好 可是你能告诉我吗 为什么你每次背到这里 就背不下去了呢 不是我背不下去 我只是想到爹 书上说 养不叫 父之过 我告诉自己 不要因为自己不好好学 就让别人 都说我爹的不是 是不是想爹了 嗯 我会记住 允山叔说的话 我一定会听话 认真的念书 做个有用的人 我相信 只要我把这本三字经 给背熟了以后 不止爹会来接我 说不定 就连妈妈 也会回来 跟我和爹在一起呢 你妈不可能来接你了 为什么 她刚生了个孩子 照顾她都没时间 哪有心思想到你 显儿 允山叔向你保证 你妈一定会来找你的 她不是不要你 只是现在没有空而已 嗯 来 听话 回房再练几张正开 乖 显儿 从小心里就脆弱 请你以后 不要在孩子面前 讲这样的话 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想让她抱着太大希望 将来会更失望的 听说齐真 为薛家生了个儿子 薛家把齐真 捧上天了 我看 她幸福的已经忘了 还有个可怜的孩子 在我们这里 允山 自从喜儿来了以后 她就把你的心思 分走了一大半 娃儿好像少了半个父亲 我也少了半个丈夫 我很想做个 心胸开阔的人 但是 我毕竟没有那么伟大 你收留喜儿可以 但是 请你把完整的父亲和丈夫 还给娃儿和我 什么声音 潮死了 你快睡吧 是猫家 快睡吧 三更半夜 你找我什么事 走 我们离开这里 不走 我不能认识我们的孩子 叫那个大眼鬼爹 这样 这样我还算什么男人 你急 我比你更急着想离开川宗 我在薛家吃苦受罪这么多年 为的是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想得到薛家的财产吗 我就这样跟你走了 那我所受的委屈 不都白收了 我不甘心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再有钱 一天不是照样只吃三顿饭 死了还不是只埋方寸地 梦瑶 跟我走 我有手艺 我会照顾好你们母子的 不 我不走 我好不容易才怀了云 长得肚子里这个孩子 我才开始享受到 被所有人尊重的滋味 薛家的一切 很快就要到手了 这好日子才刚刚要开始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 就算是为了我好不好 我再也受不了 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 我再也受不了 你跟那个男人 睡在同一张床上啊 那你就再等十个月 十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有 想不见的荣华富贵了 可以 我等不了了 明天我就要被调去温州了 明天 这么快 梦瑶 我这一早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回来 你愿意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不在你们母子身边吗 我 收给我 跟我走吧 对不起 梁朝 为了我们的将来着想 你就再等一阵子 等孩子一出生 真正接掌了精英权 我们就可以 再也不分开长相厮守 你就听我的好不好 宝儿哭得 怎么这么厉害 不行 说好了是来还人情的 我要是抱了孩子的话 跟孩子就有了感情 我就舍不得离开了 这怎么办呢 该是老爸的时候 启臣 你这是做什么 大姐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现在宝儿已经平安顺产 我对你的承诺 和任务已经完成了 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嗯 秀书 嗯 我知道 你一定会因为替我着想 而感到为难 所以我就以安华的名义 写了这份秀书 这样 不但可以解决你们的难处 也可以度悠悠之口 我担心 留在这里越久 对宝儿的感情 就会越陷越深 到时我会舍不得离开的 与其这样 不如趁现在就忍痛切断 这份母子之情 避免将来 我们相互煎熬 相互牵扯 既然 没有想到你这么体贴 这么为我们着想 你真是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哎 哎 哎 大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快起来呀 大姐 姐姐 你听我说完 你在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候 你挺身而出帮助了我 为我生下了宝儿 赐给我一个儿子 让我们薛家的香火得以延续 你帮助我 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更保住了 我和安华的婚姻 你对我的这份恩情 我真是无以为报 其次 我现在 郑重地跟你说一声 谢谢 大姐 你折煞我了 你快起来 快起来吧 大姐 喜儿的命是你给救回来的 我这么做 也是应该的 你不是说过 我们 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吗 你不再多考虑一下 留下来 娘 我 危 Grove strom 吴 恩 髻 浮 羽 阿 腹 大姐 罗孟对不起你 齐真 你拿行李干嘛 你想离开啊 安华 我把宝儿交给你们了 希望你能跟大姐 好好地把宝儿抚养成人 也希望我的离开 能还给你们平静的生活 不行 我不让你走 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啊 是不是谁让你受委屈了 有人逼着你走 不 没有人逼我 是我自己要走的 不可能 是绣炎 对不对 不 真的不是 这是我们当初的约定 我现在只是信守承诺 不关她的事 那是你跟绣炎之间的承诺 那是你们的事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谁也不能让你走 你不能走啊 安华 我求求你 你不要让我做一个 背信弃义的人好不好 好 你对绣炎守承诺 那你对我呢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安华 不要再为难我 让我走吧 不行 安华 不行 我不让你走 安华 是老天爷给我机会弥补你 我求你不要走 我不能让你走 不能走 不能走 安华 你听我说 过去 只是一个误会 现在已经烟消云散 都忘了吧 再说你也没欠我什么 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的良心包袱 也应该放下了 我希望 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我不希望你过得不快乐 不行 不行 我的人生没有你是不会完整的 你怎么可以一厢情愿的 决定我的人生要怎么过 你的人生是完整的 你娶了大姐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她才是你应该弥补和照顾的人 大姐她是个好女人 你千万不能辜负她 还有 我希望你们 能够好好地照顾宝儿 大姐 就是宝儿的亲生母亲 以后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宝儿 她曾经有我这个妈 你根本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强迫自己 隔世坠断母子情呢 齐晨 你不要从我求你了齐晨 不行 喜儿还需要人照顾 她这么小 就失去了母亲 太可怜了 你说喜儿可怜 那宝儿呢 宝儿不可怜吗 她刚刚来到这个世上 就被母亲抛弃 这对她公平吗 齐晨 万一将来宝儿涨大祸 知道自己被生母给抛弃了 她会怨你的 会 齐晨 不要送了好不好 跟我进去 不行 你不要为难我了 不行 我不让你走 你让我走 宝爷 你总算回来了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宝儿少爷哭得喘不过气 脸色都开始发青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小姐 找给我 不用了 还是我来吧 小姐你别着急 翠晨去醒大夫了 很快就会回来的 怎么回事 孩子哄也哄不好 再撞下去该怎么办呢 不哭了 宝儿 宝儿 怎么了 给我抱抱 宝儿 不哭了 是不是饿了 来 是不是饿了呀 宝儿 来 宝儿乖啊 乖 你们啊 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姑爷 你就别怪小姐了 这孩子又哭又闹的 小姐她心疼着急 都好几天没睡好了 别说了奶娘 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了 小少爷不哭了 这也难怪 天底下没有不找妈妈的孩子 再怎么样 还是需要亲娘配在身边 她才会安心的 秀妍 是你对不对 怎么了 我一向认为 你是一个十分明灵 又宽宏大量的女人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再怎么说 齐真是宝儿的生身母亲 你怎么可以逼她走呢 还好刚刚齐真及时赶到 宝儿才化险为夷 如果宝儿因为生身母亲不在身边而丢了小命 那该怎么办 你怎么对得起齐真呢 你是在指责我吗 不是 我是不能理解 齐真才刚生产完 你就不能等她把月子做完 身体调养好了再做决定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逼她走 是齐真跟你说的 我逼她走 她没这么说 可问题是 齐真不会丢下宝儿 急着赶着要走 如果没人逼她 她是不会走的 我一直以为 你很了解我 没想到你 好 如果你也这么认为 你觉得我是这么如此不堪的女人 我无话可说 这地是你自己处理 大姐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姐夫现在只看到齐真他们母子俩 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姐夫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姐夫对我很好 你不要瞎说 也许你嫌我多事 但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不管你爱不爱听 我还是要提醒你 大姐深爱着姐夫 一心想为姐夫为学家传宗接代 被迫主动替姐夫纳妾 可是你想过没有 齐真跟姐夫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你把他纳进来已经是错了 现在他又生了儿子 有了孩子当筹马 母凭子贵 纠占雀巢 再加上有姐夫当靠山 这往后他们成了一家人 你倒成了局外人了 不可能 齐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大姐 钟眼绝对是逆耳的 就因为她是你的好姐妹 才让你没有戒心 认为她对你是无害的 但往往你最爱最相信的人 却是背叛你 伤害你最深的人 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妇人之人 弄到最后人才两空 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够了 你不要把齐真说得 跟洪水猛兽一样可怕 我相信她 相信她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人不为己 天出地面 当亲情爱情友情 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互相冲突时 友情常常是被牺牲掉的 不可能 大姐 这孩子是母亲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种感情 没生过孩子的人是不会懂的 你别怪我说话不中听 我这么说全是为了你好 不管怎么说 传宗和你 还有我肚子里的这块肉 留的才是薛家的血 我们才是一家人了 在这栋宅子里 现在就剩我跟传宗 是为你着想了 未来你要走哪条路 自己斟酌 小姐 大夫来了 大夫 您总算来了 快跟我去看看宝儿吧 好 大夫 宝儿到底要不要紧啊 这孩子是不足月生的 他的抵抗力 比一般正常的孩子差 那怎么办 恐怕他必须吃母亲的奶 才能增强抵抗力 以后再慢慢调理吧 吃奶娘的不行吗 最好还是吃亲生母亲的 明白了 大夫 谢谢您 好 翠儿 送大夫出去 是 麻烦 大姐 我 好了 齐震 现在你什么都别想了 暂时先留下来 把宝儿照顾好 其他的 等孩子恢复健康之后再说吧 奶娘 我们出去吧 是 求求老天爷 一定要保佑我们家的宝儿 让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您放心 一定会的 本来想要离开薛家 回去找席儿 弥补这一年多来 对他的亏欠 现在 宝儿的身体这么弱 我该怎么办呢 喜儿一定会怪我这个妈失职的 齐震 你别这么自责 宝儿生病也是不得已的事 你别想太多了 也许多了 爹 你真不够意思 扔下我就跑 臭弟 爹 你在哪里啊 喜儿好想你啊 爹 你干什么 还给我 想拿回去 来呀 臭丸 还给我 你才臭呢 野孩子 喜儿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 谁说我没有妈妈 不准你胡说 我哪里胡说了 你妈妈又嫁给别人当老婆 还生了个弟弟 他不要你了 我说错了吗 可恶 丑娃儿 来呀 宝妃往给我 往给我 不给不给 爹 你还我爹来 你还我爹来 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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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娃儿 你的手流血了 来 娃儿起来 妈妈带你抹药去 走 好了 包扎好了 娃儿记住 千万别碰水 知道吗 站住 你给我回来 汐儿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们好好在一起玩吗 你为什么要推娃儿 是娃儿他抢我东西 然后我要拿回来 他不还 结果他就自己摔倒了 根本不关我的事 我没有 你就是有 你还耍赖说没有 够了 都别吵了 汐儿 你是做哥哥的 做哥哥的人 难道就不能让着娃儿吗 我爹说过 游里走遍天下 绝对不能吃亏 你爹 你爹他是个痞子 他说的话能相信吗 我不跟你这么说 我爹 还敢跟我顶嘴 简直是无法无尽 你打我 你不是我妈妈 你凭什么打我 我不凭什么 我 喜儿 孩子睡了 吃饭吧 把孩子交给我 来 不用了 还是我来吧 孩子这么小 除了你谁也不认 辛苦你了 怎么会辛苦呢 能把孩子这样抱在身边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这是身为一个母亲 感到最骄傲 最满足的时候了 如果 她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话 那就更好了 安华 这里有我呢 你去大姐那边陪陪她吧 这是你写的 安华 你这是干什么 谁允许你走了 你是我郑安华的起子 我不准你走 如果有人赶你走 哪怕是秀妍 我也不会原谅她的 安华 你是不是误会了 没有人要逼我走的 不是秀妍 大姐她对我那么好 知道我要走 还想尽一切办法来挽留我 真的是我自己要走的 你错怪她了 雪妍 雪妍 刚刚起针告诉我 我才知道我错怪你了 我 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不知道是我错了 还是你变了 每次一碰到 齐真的事情 你就变得失去判断力 我在你心目中 变得这么绝情 这么自私 这么的不堪 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 小燕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你对齐真有责任 有亏欺 你想弥补她 但是我又何尝不是 我也想努力弥补她 但是 在我想尽办法努力的同时 却遭到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和批判 你这样对我 我真的觉得好心狠 我知道 我不应该怀疑你 误会你 这件事是我不对 对不起 小燕 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 弥补其真的机会 也谢谢你为我牺牲了这么多 我今天会失控 是因为齐真要走 才会一时冲动 说出那么多 伤害你的话 小燕 原谅我好吗 安华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而是我们夫妻间 已经有了隔阂 这不是对不起就能弥补的 你懂吗 我懂 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却不相信你 这才是最让你伤心 对吧 秀妍 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用行动去证明给你看 好吧 妈 我肚子好饿 少奶奶 我到处找 就是找不到喜儿少爷 难不成喜儿又跑了 这可怎么办 你说什么 喜儿跑了 你又对她做了什么 我 爹你不要骂妈妈 是喜儿哥哥撞伤了我的手 妈妈才打她的 你打她 我 我看到婉儿受伤 我骂她她还顶嘴 我一生气 就打了她一巴掌 有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呢 干嘛非要打人 现在好了 人不见了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让我以后怎么向镇家交代 雨珊 我打了她 我心里也后悔 对不起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来得及吗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喜儿人在哪里 开门啦 开门啊 开门啊 开开门啊 开门啊 喜儿 我要找我妈妈 喜儿不哭了 妈妈马上就走了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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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儿子 喜儿 快告诉妈 你跟你爹搬到哪里去了 爹把我送到银山叔家里去 然后他就走了 走了 他没说他去哪里吗 没有 他说他会常常来看我的 结果他骗人 他根本就没有回来看我 他根本就没有回来看我 喜儿 你怎么这么大晚上跑来 云山叔 知道你在哪里吗 喜儿 你说话呀 对啊 喜儿 怎么了 妈 我不是故意让我二十六上的妈 是他先抢我的话 然后阿姨不高兴就打我 我可怜的喜儿 都是妈妈对不起你 对不起 修严 喜儿 喜儿还小 需要谋爱 不如把喜儿留下来 大姐 这你可得好好想清楚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 一开始是姐夫入坠 接下来是二太太纳进来 现在孩子生了 又要带上一个脱油瓶 这接下来呢 是不是连傅镇家也得住进来 那咱这薛家以后成什么了 这脸面往哪搁 孟瑶 喜儿是个孩子 有必要把慎情沉那么远吗 你们别看他小 他人小鬼大 就像他爹一样 没心没肺 人家杜家养了他这么久 他不知道赶安也就罢了 反而跑来这里 编排人家杜家的不是 像这种祸害留在薛家 不出乱子才怪呢 真是有什么样的妈 就会交出什么样的儿子 我不跟你这么说我妈 姐 喜儿 没事吧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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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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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我才说了他两局 他就动手打我 我这肚子里 可是渣渣湿湿湿血迦的血脉 万一被他推没了 他这条贱命怎么配得起 姐 这孩子可不能留 万一以后再发生这种事 怎么办 把他送走 妈 我不要离开你吧 你不要等我 妈 妈 喜儿跟其真分开这么久 好不容易重逢 就让喜儿留下来 别让他们母子再分开好不好 姐 不可以 大姐 你说 姐 我跟你说 好了 都别说了 喜儿 喜儿就留下来跟你住 至于杜家那边 我会派诚书跑一 hell杜家 跟杜少爷说一声的 大姐 都别说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谢谢大姐 妈 妈 太欺负人了 小心一点 孟阳 你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 别生气 千万别生气 你也冻了胎气 我能不生气吗 这个家就只有大姐说了算 无论大小事我们都做不了主 这算什么吗 姐说的也没错 喜儿不过是个孩子 她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你也犯不着小题大做吗 你这是什么话 喜儿又不是没有爹 干嘛非赖在我们家 你用脑子想一想 一旦这孩子住下来了 好日子过惯了 万一到时候她跟他妈死赖着不走 那不是对我们更不利 没那么严重 自从她进门以后相处下来 我觉得她这人还挺好的 她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 不会造成威胁 我看她根本就是想半猪吃老虎 藏了一肚子的坏水 随时准备来对付我 她能拿什么来对付你 难道你有什么把柄在她手上 你瞎说什么呀 反正这孩子不能留 其真就更不能留 流来流去流成了仇 一定得把他们赶走不可 好了好了 这事你去处理 我困了想睡了 孟阳 干什么 陪我陪我一起睡呀 不行了 为什么又不行啊 我怀这天好辛苦 你就不能让我过得舒服一点吗 你老不让我碰你 我哪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到什么程度了吗 传宗 你就再忍一忍 等孩子生下来 来 多吃点啊 来 多吃点啊 宝儿 宝儿 怎么了 宝儿怎么了 怎么了 不哭啊 不哭啊 乖 宝儿 乖啊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妈妈才不会丢下我不管 坏弟弟 宝儿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才不要我的吗 宝儿 你误会你妈妈了 妈妈很爱你 她是因为你才会留在这儿 才会再生个弟弟 你妈是有苦衷的 知道吗 才不是这样呢 我爹说 都是因为你抢走了我的妈妈 才害我爹没有老婆 害我没有妈妈 你是个大坏蛋 大坏蛋 宝儿 你误会安华叔叔了 当初你生病的时候 多亏了秀妍阿姨拿钱给我让你治病 要不然的话 你也许都没有办法活到现在了 你的命啊 是秀妍阿姨给救回来的 薛家对我们有恩 我们应该知恩图报啊 知道吗 妈 你说这些我都不懂 我只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回家 我们把爹找回来 我们三个人过会那种开开心心的日子 好不好 好好好 妈 好 妈妈答应你啊 好 真的吗 可是宝儿他现在还小 而且他生病了 你还记得你以前生病很不舒服的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就暂时留在这里 等宝儿的身体好一些 妈妈就带你离开 好不好 不要 那还要等多久 我真的好想好想我爹 为什么我现在有妈妈就不能有爹 为什么我有了爹就不能有妈妈 我好想像宝儿一样 有爹 也有妈陪着 宝儿 对不起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对不起你 宝儿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妈 我也要抱 我也要抱 你好久没有抱过我了 我也要你抱 宝儿 别吵你妈妈 我带你去客房睡好不好 走 我不要 宝儿 宝儿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 你很气我抢走你妈妈 对不对 你不是很想妈妈好好陪着你吗 等宝儿身体好了 妈妈就可以好好陪着你 既然这样 你就让你妈妈好好照顾宝儿 别吵他了 别吵他了好不好 是啊 喜儿 宝儿现在在生病 半夜他一定会哭个不停 到时候会吵得你睡不着觉 妈妈也没办法全心照顾宝儿 你现在是做哥哥的人了 你应该要学会关心弟弟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妈妈 好吧 走 走 我带你去客房睡 安华 不好意思 喜儿他还小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知道 你好好休息 我就陪喜儿 谢谢你啊 宝儿乖啊 喜儿啊 你暂时就睡在这儿 叔叔陪你 已经很晚了 快点睡吧 我知道 在你心目中 你爹的地位谁也无法取代 但是现在你爹不在 妈妈又要照顾宝儿 就让叔叔陪你睡觉好不好 乖 早点睡 别让妈妈担心好不好 你到底怎么样才敢睡觉啊 告诉我 喜儿 如果你乖乖睡觉的话 那这一块钱就是你的了 叔叔先睡了 乖 要是有了钱 我就可以带妈妈离开这里 也可以给妈妈吃好吃的 安华 对不起 郑家把孩子交给我 我不但没有看好他 还让他跑到你们家 给你添了麻烦 我想你道歉 别这么说 孩子要找妈妈 这是天性 让他留在齐真身边 不但喜儿可以安心 其真也可以一解私儿之苦 喜儿能够回到齐真身边 是对他们母子最好的安排 只是不知道你夫人 会不会介意 你放心 这正是秀妍的意思 很少有女人 有这么豁达的胸襟 能够容忍和接纳别人的孩子 令夫人能做到这一点 真的令人佩服啊 一定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 不但娶了这么好的一位妻子 最终还是和齐真修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让人羡慕 对了 有没有傅真家的消息啊 自从他把喜儿 托给我之后 了无音讯 这个傅真家也真是的 他对齐真没有责任感 也就算了 怎么可以丢下孩子不管 一走了之呢 安华 你不要走过真家 真家把喜儿送给我的那一天 我看得出来 她的情绪真的非常激动 她不是真的不要喜儿 我想 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或者说不出的苦衷 才会逼得她不得不离开 云山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欣赏你 你为人正直 胸襟开阔 永远默默地付出 从来不计较回报 欣真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一生守护着她 我真替她感到欣慰 可是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关心着欣真 你真的不介意吗 我当然会介意啊 但是我更觉得汗颜 我们都爱着欣真 但是在你面前 我的爱却显得 那么的渺小 云山 你的情操 让我敬佩 好了 是朋友 就不要说这种话 好 朋友 永远的朋友 奇怪了 钱又没长脚 怎么不见了呢 翠儿姐姐 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少奶奶 给我的一块钱 我帮你找啊 钱去哪了呀 你们在找什么钱 少奶奶 您早上给了我一块钱 买东西 我忘了放哪里了 找不着了 哎呦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不就一块钱吗 别找了啊 这钱拿去 你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 谁知道这一块钱 是真丢了 还是翠儿把它藏起来 故意吓唬人啊 你有没有证据 你凭什么诬赖翠儿姐姐啊 小痞子 轮得着你说话吗 哎 你怎么在这儿 难道是你偷的 我没有 你不要诬赖我 欢呼之间 谁偷走了黑夜 让心情如此难眠 虚幻的风拂过秋夜 仿佛是你的流言 夜夜夜月月月月月 耳边花已走远 常然中只剩思念 夜夜夜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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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如火般的青春 宁愿守千百戒 寒冤过一生 纵人是独自面对黄昏 女人情像是像花又像针 能摆脱亲自的纠缠 有几人 当一切繁华落尽后才是真 女人终究为爱而完整 女人情难测难懂又难分 能摆脱亲自的纠缠 有几人 当一切繁华落尽后才是真 女人终究为爱而完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